你做的事嗎? 那個時候其實是去MIT指導教授 引導我進入這個領域 那個時候我是有興趣用酵素來合成分子 最不容易的就是糖分子 所以他就跟我講說 將來的機會在糖分子 用酵素去合成有機化合物 最好的機會在糖分子 因為糖分子的化學合成太複雜了 所以我就好奇而進入 現在開始很多人在想這個 石化工業可能會沒落 什麼因為二氧化碳 Gio Benzen那些 所以會走向電動車 所以石油價錢會起來 人家有期待 最大宗的就是那一些化學原料 現在都是石油裂解出來的那一些 那個你石油沒有開採 這一些就沒有了 沒有我們做有機化學就沒有材料 所以我們要另外去思考材料 不同的材料 糖分子是最豐富的 而且它是再生的 因為二氧化碳被樹木吸收跟陽光跟水 就變成糖分子 糖分子是二氧化碳來的 那糖分子你用掉之後又變成二氧化碳 交給那個植物 它又製造糖分子給你 所以糖分子是循環經濟的一個 也是那個再生能源的一環 所以將來很可能 糖分子會取代石化的產品 做衣服或者那些茶杯 可能都是糖分子 糖分子它有很多很多用途 在食品在工業 那我只不過是往醫藥方面在發展 假如這個二氧化碳的問題一直呈現 然後地球暖化的問題一直被重視 你要開拓新的那個環保能源 那我這個糖分子會被重視 所以做糖化學的 說不定會有將來 感恩